出国多了护照该怎么办? 然后还得去当地的局委会开证明 因为我不是旅游签证而是留学签 所以算常住人口是需要去局委会登记的 接着就是补办银行卡 然后就去领事馆补办护照 补办护照也是一波三折跑了好几趟 我先去留我最近的慕尼黑的中国领事馆 结果说我的居住地是属于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 得去法兰克福的中国领事馆 而且补办护照比较麻烦 又跟国内确认很多信息需要两个星期左右 最好当天先办一个旅行证 不过这样的话就得付旅行证跟护照的钱 当时我可以选择补办就等护照 我现在拿的护照签署地还是法兰克福 这里又有一个旧讯 就是去这些机关单位最好先上网查一下流程 最好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去咨询 可以省去很多的买房跟时间 最后拿到护照的时候 距离我离开德国只剩半个多月了 当我去泰国驻德国领事馆想办泰国签证 他们告诉我时间来不及了 他们需要时间去跟泰国核实之旅 欧盟的亲政也是一样 这也导致我在芬蘭的时候差点被捉 差点回不了泰国 我离开德国的最后一个行程是去芬蘭看极光 我从士图加特飞到法兰克福 再从法兰克福装机到芬蘭的赫尔辛基 再转飞洛瓦捏米 北极圈内著名的圣诞老人村就在这里 在洛瓦捏米玩了三天后 飞赫尔辛基 然后再飞法兰克福 然后中转向芬蘭再飞回曼谷 那几天坐了好多次飞机啊 我在赫尔辛基转机到洛瓦捏米的时候 中间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空档 而且当时是往上 我也没办法去市区转一圈再回来 所以就只能在机场的凳子上睡觉 睡到一半突然有警察过来拍醒我 就我出示护照给他看 我拿出了我新补帮的护照 但里面是完全空白的没有签证 他问我怎么没有签证 我拿出了当时的报警证明 还有我手机里的签证照片给他看 他说你没有签证就不能去其他国家 不然属于非法居留 只能留在德国补签证或者是微博 说完之就用对讲机又救了三个警察过来 看到那个阵仗我当下真的慌了 然后我马上跟他解释说我不懂 然后我也来不及去补办签证 而且我马上就又离开欧洲回国了 我把我接下来的机票行程单给他看 告诉他我只是转飞机去罗瓦涅美上天 接着就回德国 回香港然后再回泰国 还有我在罗瓦涅美的酒店订单等资料 能证明我不是偷渡的资料我都展示给他们看 然后一直说好话 他们可能看我真情还是怎样 最后还是很棒的我 现在想想都后怕 虽然最后我是去了北极圈内的圣诞牢村 但很可惜我手的十单个网上都没能见到极光 真的超气的 这是我想象能见到的极光的样子 这是我实际看到的样子 不过人生难免有遗憾吧 也给了我下次再去的理由 而且我回泰国的时候 也是因为护照没有签证印 在海关那里被卡了 最后解释了很久才让我进泰国 所以出国千万千万又包括了护照 护照丢失了真的超级麻烦的 最好是把护照跟钱包分开放 现在有一种贴身的房头包 可以把护照跟一点应急的钱放在里面 然后贴身放着 如果实在不小心丢了护照 千万别欢 第一时间就是报警 拿到报警的丢失证明 然后可以联系中国驻当地的领事馆 不办旅行证或者是护照 如果是旅游签证的话 在领事馆是只能不办一个旅行证 这个只能证明你是中国公民可以回国入关 旅游签证的话在外国是不能不办护照的 不办护照的话又出示在当地的居住证明 或者是非移民签证 然后可以去找当地的一些商会 或者是车上机构寻求帮助 比如在泰国的话可以联系华球报的上行 那像我在捷克就找了钟大哥 就可以跟他换点现金或者是联系国内的家人 然后护照跟签证的证明文件最好拍照留在手机里 可以的话再被复印键放在其他地方 手机现在真的是超级重用 尽可能不要丢失手机 我在捷克的时候就是还好手机没丢 才能完成后边的报警啊 看相片微信转账手机银行等 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千万有手行警惕 别丢东西是最好的 这里再说明一下就是我丢了护照 还没办好护照期间 有一个来源是用旅行证的 当时我已经是提前订了去希腊的机票 我一开始觉得如果没有护照签证 他们应该不会让我登机吧 但最后我用旅行证居然是可以完成了整个希腊之旅 出国去求路是我新开的一个系列 主要是分享一些出国的去世、求是 欢迎大家评论一起分享 探讨自己出国的有趣事哦 关注我点个账、转发加评论 那会会告诉你出国的去求是 谢谢